好 现在我们取下主板啊 因为它是一台美版的机器 它有这个毫米不要天线 我们需要把主板固定在上面 然后我们把主板背面的这个焊点啊 给它刮开 焊上这个排线啊 改卡排线 这个位置啊 我们要对准 然后给它刮开 这是我们用的卡贴啊 我们先把卡贴安装好 进入扫洗的注焊剂 卡贴已经安装完成 下面我们把这个手机卡也给它安装好 好 手机卡也已经安装完成 接下来我们把手机卡的这个保护塑料壳给它取下来 这是保留里面的芯片 下面我们用刀片刮开这个主板上的焊点 一定要刮的比较轻一点啊 把这个换点都给它刮开 好 然后我们给它制入这个焊锡 再清理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排线啊 焊接在这个主板上 好 下面我们还需要这个卡贴 给它一个飞线 好 卡贴和手机卡已经安装完成 接下来我们给它保护一下 准备开始 贴一张全新的防水胶 贴下防水胶的第二层保护膜 我们开始安装屏幕 扣上屏幕排线 感光排线 我们开始装回挡板 同样是先把挡板的螺丝打到固定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给每个螺丝打上它固定的扭矩 好 挡板安装完成 我们接下来防水胶的最后一层保护膜 准备开始扣上屏幕 扣屏幕之前我们再次检查一下 确定没有问题 我们开始扣上屏幕 扣上底部的一颗螺丝 下面我们再次测扣上底部剩余的螺丝 下面我们可以清理一下屏幕 给客户贴一张全新的钢滑膜 因为在防水胶保押的时候 需要把钢滑膜戒掉 所以我们都会给客户贴一张全新的钢滑膜 这是我们贴完膜之后的效果 下面我们开机看一下 好 信号正常 信号正常 没有问题 这个改卡已经完成